理論其實也有廣播的發展 像剛剛講的Integrated Fire Easy Cackage Neural Model 它是在20000年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發展 它的數字也是在2003年 2007年的時候開始發表 然後物理的話則是在1990年代之前 就開始研究很多很複雜的 或是很簡單的動態系統 像剛剛看的每一個神經 像那個HH Model 它有四個參數嘛 四個主要的參數 那一種模型的話在1990年代 1980年代就被蠻深刻的判討 所以今天我講的Resport Computing 它我其實會從比較動態系統的觀點 來討論這些事情 那就會有一些東西可能需要大家 比較用想像力的方式去理解它 然後我也很怕自己 因為我本身不是物理專業的 然後我也很怕自己變成一種 微科學的傳播者 所以我會盡量用 我會不做過分的推論 然後讓大家就是 其實我講的話基本上都是水管上可以找到的 然後我也不會做 就是讓大家過分的去想像這樣子 然後我是去年的 暑假的時候接觸到動態系統的東西 然後今年寒假就是看到 Resport Computing用來預測混沌系統的行為 然後在那之後我就開始對 Resport Computing跟Dynamical System有興趣 然後也做了一些Survey 然後今天也算是我把半年來的成果 就是把它整理起來給大家看 那等一下的話 我主要會集中在一篇論文 就是第三點 Prediction of chaotic system using Resport Computing 那要讀這篇論文的話 我們又需要兩個先備知識 一個是Resport的基本結構 然後另外一個是混沌系統 然後在第四點的話 我希望有第三點 然後跑到第四點 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Resport Computing的效果 還就是會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為什麼它可以用來預測 就是一個Kaiotic System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我先講一下Resport 原本想要Echo 可是我先超過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Resport Computing Resport在中文叫做蓄水池 大家可以想像說就是一個 蓄水池 然後這個字可能本身沒有很重要 我們先看一下上面的圖片 它是一個典型的rn 這個是輸入經過一個waiting變成h 然後在hidden space 然後經過waiting變成outputs 然後中間h它會update 怎麼樣update呢 h在某個時間點的h 它會接收兩個訊息 一個是前一個時間點的h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權重 然後還有新的inputs 然後經過you的權重 像它加起來經過一個hyperbolic function 或是一個transfer function 變成現在的狀態 然後我把h成為狀態 然後這個狀態呢 再經過一個v 然後把它解讀出來 變成輸出 那這就是一個rn 雖然說現在好像很少人在使用rn 在做applications 然後那什麼是Resport Computing呢 在它可能沒有很嚴謹的定義 那一個我們可以這樣想像就是一個rn 如果它的w跟它的u都是fix 也就是一旦初始化之後 我們就不再去改變它 那這個叫做rezerbot 那當然還有一些特色 例如說它的w必須是spons的 然後它的h的dimension是非常非常高 舉例來講如果x它是一個60微的東西 那w可能要到1000微或2000微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下面 那resport Computing呢 它是在2007年被總和起來的一個名稱 然後在更久之前 大概在2000年 有兩組研究團隊分別發展出來 分別稱為liquistate machine 跟ecostate network 然後在2007年被總和起來 那不過大體上的架都是蠻小的 那我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畫它 這是一個三維的輸入 然後經過這邊變成一個八維的空間 那13應該更高維 然後再經過一個outputs的waiting輸出過來 那rt接下來會把它稱為reservoir的狀態 或是使用states來講它 rw...那個... sorry outputs的waitings 它其實又被稱為readouts 所以我們會用readouts layer 來稱呼這個matrix 好 那這就是一個一般reservoir的結構 然後它的input就是u outputsv states of reservoirsr 每一個點呢 你可以很認真的把它想像成是 就是剛剛講到snn的一個neuron 然後一個neuron會跟另外一個neuron 這樣子相互的單方向的連接過去 也就是訊號會衝過去 所以像我們在這邊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說我們可以對每一個連接做stdp spiking time dependent plasticity 也就是剛剛畫的那張圖片 然後或者是它可能會有long-term的potationation 然後short 然後或是long-term的depression 也都可以在這邊被實現出來 那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reservoir其實就是rn的簡化板 就是它的這個權重跟這個權重都會是fixed 那wrr就是這邊互相連接的情況呢 它本身是一個high-dimensional 或者是large 然後low-degree low-degree代表說 degree代表說一個神經元 跟其他神經元的連接多寡 假設我degree等於2的話 代表說我這個 例如說這神經元就是degree等於2 它只有跟兩個神經元進行連接 那這個神經元的degree可能等於3 或等於4這樣子 然後一般來講呢 像我剛剛講說 角色input是三維的 然後這邊是1000維的話 那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只有 我們的degree可能是20而已 然後就是 每個神經元之後 跟其他20個神經元接這樣子 好 那我update的方式就是使用這個方式 那跟rn可能也沒有差太多 那 像剛剛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呢 每一個神經元 用snn的角度來看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動態系統 它可以被一組微分方式來描述 然後呢 每一個小單位 我稱一個神經為一個小單位 sorry 一個小單位 會跟另外一個小單位連接 但是他們的連接呢 是low-degree的 也就是它只有跟很少神經元連接 或是我們可以稱為 我們可以稱它的連接是 partially connected 或是更局部的連接 那如果今天要 我們把這個神經元 換成一個彈簧 然後把這條線 也就是它的 嗯 它傳送出去的這個動作 把它視為是 彈簧跟彈簧中間另外一條 鋼索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用 更一般的物理系統來描述它 舉例來講呢 這是一篇2018 2017的paper 然後他們就是用不同的震盪子 然後他們當然 他們是用電腦做模擬 要不然會有太多這樣子的彈簧 大家可以想到有彈簧 然後彈簧跟彈簧之間也會相互連接 然後他們用這個方式做語音辨識 那當然他們要做很多前處理 對所以 我今天至少也不想要講很多 Reservant Computing的應用 是因為 大家前處理都做太多了 多到我覺得講色味很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也可以用Automata來做 就是自動細胞機 然後 這是某一個時間點的State 然後State會演化過去 然後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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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也是有局部的關係 因為 這個的狀態呢 由1 2 3 來 決定 然後這個狀態呢 可能由1 2 3來決定 所以它也是 所以這個點的Update呢 其實它不考慮這些東西 而是只有考慮這些東西 然後如果大家再回去看一些些 自動細胞機的理論的話 它也是有規則可以循的 所以也像是一種動態系統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用Lights 但是我對硬體並不是很熟悉 所以 不會講 沒辦法講太多 那 反正Reservant的概念就是Fix 然後中間的Hidden Space要很大 然後中間的Hidden Space要很大 唯一可以Chain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稱為ReadOut的地方 好 那 我想問一下 那這裡的Direct RR跟那個RFT有什麼差別嗎 這邊RFT是可以更新的 然後這邊又說Direct RR是要Fixed的 它是隨機的初始化之後 你知道這個嗎 對 這個是Fixed 然後我一旦把它初始化之後 隨機的初始化之後 就變成起來 然後不會再被改變 那RFT跟什麼是 這個RFT是它的狀態 就是每個神經元的狀態 所以假設RFT它可能是一個 在這邊例子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八圍的空間 分別就是中間的八顆神經元 然後每個神經元的磨墊位 或者是它有沒有Spiking 這些會被記錄下來 這種感覺 嗯 好 那我們就繼續 講一下混沌系統 然後這邊比較偏物理一些 然後所有混沌系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勞倫茲的蝴蝶 或是聽過在巴西的一隻蝴蝶 如果有三洞翅膀 那美國會產生一個風暴 那剛有聽過的話 可能就可以比較想像 就是 最初始的時候呢 一點小小的誤差 或是一點小小的差別 例如說 嗯 我現在 大家可以考慮兩個時空 在第一個時空 就是現在的時空 然後第二個時空 就是我現在突然打了噴嚏的時空 那 在那個打了噴嚏的那個時空 你會發現 按照一些 嗯 我會按照一些空氣的一些 方程組 然後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 空氣 我打噴嚏所產生的氣流 可能會被放大 然後 進而導致什麼地方 在很久很久以後 出現一件事情 它是被改變的 OK 那 以這個為例的話 右邊這個是 描述接下來 我主要放的這個影片的 方程組 然後有XYZ 三個變數 分別在這個地方 XY跟Z 那 X呢 會跟YX有關係 Y會跟XYZ有關係 Z跟 XYZ有關係 OK 然後 這邊的點呢 藍點它是010 紅點呢 它的奇跡指標是 0-0 1.001跟0 所以它就在它旁邊而已 那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看 然後值得注意的是 右邊這邊 它講的是 這兩個 紅球跟 藍球它們的絕對 絕對距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 它現在就是 兩顆球其實還蠻近的 看一下 右下角那個距離的話 然後 右上角的圖片呢 是它們在X方向上的投影 然後現在右下角的距離呢 它的軸 就是 它的Scale變大了 對 其實這時候物差一直在增加 物差一直在增加 好 然後 只要現在可以發現 左邊的兩張 左邊那張圖片的兩顆球 已經 分散開來 那其實就是 間接的證明 就是或是數值的方式 來說明說 剛開始很小的物差 在這個系統裡面 會被放大下來 那我們就稱 有這個現象的系統 為 混沌系統 OK 那混沌系統呢 是動態系統的其中一種 紫極那種感覺 那我們也可以在這邊先暫停一下 大家看到右上角的這張圖片 如果大家對神經元的訊號 有一點感覺的話 其實神經元的訊號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那通常Spives 然後 然後會回來 然後再Spives 再回來 所以呢 這是一個 三個變數的 系統 大家可以把X 想像成是 Neuron的摩電位 OK 那Y跟Z呢 就像它的 納離子 或者是假離子 或者是它的導電程度 所以呢 呃 呃 呃 就大家可以大概 這樣感覺一下 那所以實際上 如果大家去讀 剛剛 Jason後面的那四本書的第三本 Easy Capge 它寫著 Neural Dynamics 它裡面就是 用類似的概念來講述 然後 Nural Dynamics的 描述它的一些東西 那 Nurals本身 是不是混沌系統的話 還是要看它的參數 怎麼調 所以 我會接下來再講一下 呃 等一下我要把我那天 講的那天Paper 它的一些概念 所以呢 這是一個已知的物理系統 但是 我們實際上呢 只能觀察到很多 這樣子的資料 然後我們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 很一般Machine人也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 我們能不能就 short turn的forecasting 或是 挖掘更長期的動態 那 主要目的是想要使用 Reservant Computing來做 那 什麼是chaotic system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了一個 比較直覺性的影片 那現在給一些比較 嗯 比較 偏理論一點點的 說明 這邊有兩個軌跡 下面的軌跡跟上面的軌跡 那下面的軌跡呢 我們稱它為xt 代表是x這個點 所以它在 隨著時間變化的時候 它的點的位置 所以連成一個軌跡 上面呢 是x crowd這個點 它的軌跡的變化 在剛開始 時間等於0的時候 它們的差別很小 但是當時間變 嗯 時間演化下去的時候呢 x踢跑到這個位置 x crowd踢跑到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就想 它的差別呢 是delta 時間等於0的時候 delta0就小小的 那時間等於t的時候 delta0會變大 那我們就想要加上模擬 就是能不能把delta t 變成是delta0的一個函數 嗯 和時間的函數 那我們把它寫成指數函數 或者是 fitting成一個指數函數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發現 這個浪打其實 它的作用關係很妙 就那個式子而言呢 如果它浪打大於0的話 代表說delta t一定會 嗯 指數性的增加 這是一點廢話 就代表說它的差距一定會變很大很大 那如果這個浪打 小於0的話呢 即便剛開始的差別 差距 就是delta0再怎麼大 它的delta t一定會有個時間點 會縮小到 嗯 不可被 major的 情況 所以這個浪打呢 我們叫它稱為是 Diopunoff Exponents 也是研究動態系統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Diopunoff Exponents 它其實就 嗯 indicates 一個系統 是不是可以預測 然後或者是一個系統 到底困不困難 那浪打如果小於0的話 代表說 這個distance會隨著時間 慢慢縮小 浪打大於0的話 代表說 有這樣子小小的擾動 或者是差別 它 會被 嗯 直觸性的 放大 那 一個系統的話 它的delta t的 exponents 可能不止一個 像剛剛的lauren system 其實它就會有三個 嗯 三個 浪打 以這個為例的話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其實有兩個delta t的 exponents 紅色這個維度呢 它的exponents 是 正的 藍色這個維度呢 它的 浪打呢 是小於0的 那 其實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 就像這張圖上面這樣講的 好 那 所以 嗯 大家就可以再想像一下 剛剛這個東西 好 那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 剛剛稍微講了一下 reservar的結構 然後 現在再稍微講了一下 嗯 混沌系統的東西 那 混沌系統的一個特色 就是 最剛開始的差距 會 被指數性的增大 當時間 嗯 當時間 evolve 的時候 那我們就想像剛剛的 勞倫之系統 用一般的rn 做的是lstm 可以 嗯 訓練出 可以訓練 我的rn 或是lstm 來做預測嗎 就是考慮一定的時間範圍內 都想當然而應該是可以的 就是 我那時候 讀了reservar computing之後 覺得 啊它好厲害喔 這樣也可以預測 後來想到說 不對啊 rn跟lstm其實也可以預測 然後 anyway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講 reservar computing 然後看它 為什麼可以預測 然後以及它 背後的一些可能的原因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看的 混沌系統呢 是一個三維的勞倫之系統 那現在看的是一個 異維的火焰系統 那 我們看到的這個方向呢 它是火焰水的時間的 變化 那x呢 其實就是異維的火焰 那火焰的高低 或是火焰的大小 或強度 我們把它稱為是y 那火焰的變化 會等於 會跟過去的y值 跟y過去的變化 跟y在x上面的t度 還有四次的t度 會有關係 OK 對 那我們就往下看 那這個系統呢 其實很有趣 它的範圍大概是0到L 可是這個L很有趣 就是 當我的L群很小的時候 其實它看起來蠻不混淨 它看起來是蠻和諧的上去 當x等於13.5的時候 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當我的x呢 我的L取的範圍是0到100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有很複雜的變化 但是呢 這三張 這四張圖裡面 它最主要的方程式都還是這個方程式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今天把整個台北市 用一個厚度為1公尺的玻璃圍幕 蓋起來 OK 所以台北市這樣子 然後再比較另外一個系統呢 是我把整個美國用玻璃圍幕這樣蓋起來 一樣是一個厚度為1公尺 然後還蠻高的一個這樣的空間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 我們要預測台北市比較容易 但是預測 嗯 美國的天氣會比較困難一些 這因為 即便 嗯 空氣的流動啊 像氣壓 溫度的變化 都還是由很基本的一些方程式來描述它 但是你的空間範圍 一旦不一樣的話 那其實它可以放大跟所小的範圍會不大一樣 所以L越大 代表說這系統是越來越測 就給大家一個概念而已 然後 另外一個的話 是這個系統還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其實 我們剛剛說它是翼尾的火焰 但是這個翼尾呢 它其實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然後這就是火焰剛開始 然後隨著時間演化 它其實可以想像成是 這樣子 的情況 也就是火焰它其實上一圈 然後下來的 OK 那這也是這樣圖想要表明的意思 然後 然後 欸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把 這一行當成是 某一個時間點的輸入 把下一行當然是下一個時間點的輸入 所以我們需要講一下它的resolution L呢 是L決定的這個系統是不是混沌 所以我們L當然要取滿大的 DELTA X就是其它的精細度 OK 反正大家大概知道說 Q呢 是我們的input size 然後 對 我們會建構一個這樣子的 在這邊paper裡面 它們建構一個這樣子的模型 U就是輸入 然後 U的 Dimension就是 剛剛看到的那個大Q 然後 Win 然後會變成 然後 Wr就是那個states Wr經過這個東西之後 會變成輸出 那 R的updates的 function是 下一個時間點的R會等於 前一個時間點的R 然後乘上 剛剛講的 Matrix 再加上輸入 乘上 InputsMatrix 然後經過一個hyperbody function 就跟一般的RN 其實差不多 OK 那 唯一 值得注意就是這個Wout 只是 唯一可以被訓練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想要做就是預測 那 要預測的話 在 接下來要預測的階段 我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們會把 假設第一秒的時間 的 輸出 把它當成是第二秒的輸入 然後得到第二秒的輸出之後 再把第二秒的輸出 當成是第三秒的輸入 這樣子 然後為了達到這件事情 我們的training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做 我們會調整 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它是 Wout 我們會把它調整到 使得 Vt會很接近於 ut 下一個時間點的ut OK 那 也是跟RN 慢慢買上的東西 那 還值得注意的東西就是呢 大家可以 有個概念就是 這邊大概是 0到2萬秒的一個 火焰變化的模型過去 我們以前半段這個時間 做了training 然後training到 中間可能1萬秒的時候 這個states 不會保留下來 然後我唯一改變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 我停止training 然後第二個是 我把這個V 當成是下一個時間點的U 這樣子 就是我只有做兩件事情 然後就是 第一個就是沒有training 然後第二個就是 把它當成是下一個時間點的輸入 那經過這樣子的運算之後 我們知道這樣的結論 也不是結論 是這樣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火焰模型 然後就是實際上的火焰模型 這個是它預測出來的火焰模型 這已經set prediction based了 那這兩個得到的結果 相減之後 我得到這張圖片 大家可以發現 從0到5這段時間過程 這個時間單位呢 它都是綠色的 那綠色代表說 它很接近於0 差別沒有很大 但是在5到20之後 其實就發現它的差別蠻大的 而且這差別好像是一個 方態系統的感覺 OK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些parameters 剛剛q是怎麼input size 64 然後我們會需要 五千來進行 來進行fittings這樣子 那其實我個人認為是蠻大的 那可是我並不知道 嗯 實作上面會不會很大 那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這邊又出現一個剛剛我們熟悉的符號 就是lapunov exponents 一個這樣子的lapunov exponents 代表的是它的變化量 grows exponentially的一個時間長度 那這個模型告訴我們說 它大概可以乘個五個這樣子的時間長度 然後 不知道大家覺得大不大 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時間長度蠻大的 可是後來想想 好像也不大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理論上 例如說我用rnn會用lstn可以去到多少 然後後來發現rnn跟lstn有些人做類似的研究 然後他們挑選的是l比較少的資料的情況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效果很好 對於l比較大的 他們並沒有給說他們效果有多好 所以我這邊沒辦法跟大家說 一般的lstn或是rnn遇到這個情況會怎麼樣 好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呢 剛剛那張圖片的prediction 它看起來好像還有火焰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只要參數條的不對 它可能就會變這樣子的 我們稱它為被trapped 因為你會發現 嗯 藍色 在這個時間點之後呢 藍色就還是藍色 紅色就好像還是紅色 就有點類似一個local minimum的感覺 它就被 在空間裡面原本可以很自由的運動 後來就被跑到一個定點上面去 然後慢慢再繼續的變化 然後剛剛有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說它的hidden space要非常非常的高位 例如說六十四比上兩千 然後或者是一百比上一萬 這其實非常的可怕 因為兩纖維的 的matrix其實就是四百萬 這樣子 當然因為它是spars 所以可能在應用上的處理 會有更精巧的處理方式 不過在這邊裡面paper 作者就想說 那我們能不能用平行運算的方式 簡單的講呢就是 我們把原本那個大R 分成很多個小R 小的reservoir 然後可能就分成G個reservoir 那每個reservoir呢就是負責預測Q個值 ok 小Q個值 然後我們說值共有大Q那麼多嘛 然後現在每個小reservoir呢就take care of小Q個值 那當然他們的輸入呢不能只有張的輸入 因為他們要算T度 然後要算時間的變化 所以他們其實還要看旁邊的inputs ok 好 然後每一個R呢它的結構 它的結構可以一樣也可以不一樣 就代表說這個R跟這個R 我可以全部都設定它的adgency matrix都是一樣的 那我也可以設定這兩個跟這兩個 在剛開始的隨機階段就很不一樣 但是得到的結果其實是很類似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使用平行運算架構的方式 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L是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類似複雜程度 大概在大於特定的值之後 L就大概差不多了 那G是小reservoir的數量 也就是我把大的reservoir切成小reservoir的數量 先看主編這張圖片 L上升的時候呢 如果我的G也跟著上升 使得我的G分是L 它是一個定值 我們會發現它的預測能力差不多 OK 這個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我的L為定值 然後我的Q也為定值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我的G的數量上升 代表說我每一個小的reservoir 我所需要顧慮的 就是小Q的Input數值 當我G上升的時候 小Q的數值就會下降 那我只需要預測比較小範圍的東西 那當然我的預測率就會變好 我的Rooming Square Error就會下降 那其實這邊我個人認為它還包含一些比較深刻的東西 就是這怎麼講 像這個系統裡面 可以把L成長程式 紅色這邊代表說我只有預測台灣的天氣 然後藍色代表說我要預測全亞洲的天氣 這時候呢 我的G只要跟我預測的範圍等比例的增大 那其實我的預測效果還OK 也就代表說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張圖片 其實代表的是密度的關係 好 可是我就不想講更多 因為我覺得到後面可能每個人解讀的話 是很不大一樣 不過這邊大概是我目前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RESMAP Computing它為什麼會達到這樣的效果 然後這邊會比較從動態系統的觀點來看 然後動態系統 我剛剛說它是從1900年代 就已經 興起 然後又差不多停止的一個 的東西 然後 當然持續 還是有人在繼續研究不同的東西 但是 因為動態系統到後面就變得太複雜 然後太複雜又不好做分析的研究 或是做素質的研究 所以 就是 差不多偶爾有偶爾沒有 好 Anyway 我們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RESMAP可以做到剛剛的效果 我們第一個就是想說 它中間的那個H的Hidden Space很大 所以它就是把它投資到一個高維空間 接下來我們所要做的就是 找到一個最恰當的 readout 使得我們可以在中間找到一個 hyperplane把它做切割 就跟SBM一樣 但是呢 SBM 它考慮的輸入其實都是一個定態的點 就算我們今天輸入是持續資料好了 它也是把時間當成是一個維度展開過去 所以它並沒有認真的把時間 把時間 或是 sequence 當成很認真的輸入 所以 projection onto a high dimensional space 其實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釋 但是 我會認為它可以被更細緻的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稍微更細緻的來談它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圖片 勞倫之系統 它呢 被輸入到這個 reservoir裡面 然後這個個別呢 你剛剛看到的這個五個plots 每個plots都是 就是某一個單顆神經元 它隨著時間的neural activities 然後這是它的 output 所以呢 我們全力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東西 要跟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跟這個東西一樣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 也是fix在 自己說是因為被這個跟這個給定的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neural activity 它其實跟我們剛剛前面那個動畫看到的那個 x的那個 x的那個 嗯 的那個plots其實還蠻像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這個neural activities 它 我們剛剛說 呃 假設它共有五千尾 兩千尾好了 代表說它會有兩千個 這樣子的severplots OK 那我們把它做PCA 把兩千尾的東西 把它PCA到三尾會變什麼樣呢 我們發現它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 嗯 這邊很有趣的就是 嗯 其實它的reserval 嗯 其實也不用學 就是按照這樣子的 剛剛fix的結構 然後low dimension low的結構 非常sparse的結構 其實 它似乎就保證了 中間的neural activity 會上耗呈現inputs的dynamics的情況 OK 然後這邊當然就是PCA的 嗯 Principal Components1 然後2nd Principal Components 然後3rd 1 好 那我們要問 我們就會比較好奇說 那 所以為什麼這個structure 會被學習到 其實它也不算是被學習 因為 我們的inputs的weights 跟我們的 中間的那個recurrence 的那個weights 它是被固定的 所以我們甚至不能說 它是被學習 我們應該可能要說 為什麼這個structure 被 也在中間被體現出來 然後 尤其是 嗯 這兩個東西 是被fix的狀況 好 然後 這其實呢 就是 嗯 物理的動態系統的 的 其中一個理論 就叫做同步效應 同步效應 同步效應是這樣子說的 就是 嗯 我們來看右邊這邊 這邊 其實就是講同步效應 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Lowens系統 我們還是細度的講一下 AX會被Y跟Z所影響 Y會被XY跟Z影響 Z會被XY跟Z所影響 所以這個本身 是一個完整的Lowens系統 也就是一個動態系統 嗯 大家現在在動態系統有一個概念嗎 就是 那種感覺 就是 它的空間的軌跡 是這樣子的東西 嗯 當然它可以更複雜 到高尾的話 我們就比較難去呈現它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嗯 子動態系統 這邊是Yprong Yprong跟S有關呢 跟AX Yprong跟Zprong有關 Zprong跟Z有關呢 它跟AX Yprong跟Zprong有關 OK 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化成這樣 值的Graph 就是 AX的值會跟Y跟Z 變成一個子系統 在這個地方 但是 Yprong跟Zprong的數值 並不會回去你想到X 所以在這邊 那我們會稱XYZ為一個 Drive System 然後XYprong 然後XYprong Zprong 為一個Response System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 Drive Response System 就是響音系統 那我們看一下它結構會變什麼樣子 然後等一下要給大家看的圖片是這樣子的 我的 Y跟Z呢 它的起始點 兩個子系統 兩個系統不一樣 剛剛說這是Drive System 它的Starting Point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這是Response System 它的Starting Point在這個地方 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下去呢 到最後會發現 它的Endpoint 或是它的軌跡 其實到最後會重複在一起 也就是如果把Y 緊到Yprong 或者是Z緊到Zprong 這個X值隨著時間 會到0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跟 我們剛剛的那個Response 其實很像 大家想一下 Drive System 就是 我們要Input出來的東西 Input進來的東西 那它是一個外界環境的 一個 一個表真 然後 然後 X呢 就是被輸入進來 那 Yprong 跟Zprong呢 就是我這個Reservoir裡面 每一個神經院 這樣子 那 Yprong跟Zprong 中間當然也有Connections 因為Yprong跟Zprong 關 Zprong跟Yprong關 然後X也會到Yprong跟Zprong 那X到Yprong Zprong這個事實呢 會被剛剛的Reservoir的Inputs Matrix 或Inputs Weight 所表示 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然後 就可以發現說其實它們可以 它其實是蠻一致的 然後 我想一下 OK 然後 基本上就是 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對於這個系統呢 我們 嗯 對於江澤系統去看 Y跟Yprong會不會一致 以及Z跟Zprong會不會一致 的話 我們會發現 嗯 它的Lawcino Exponents會小於0 也就代表說 這樣的東西 基本上到最後會一致 OK 那這當然是個很有趣的現象 然後所以我們 我們似乎 在 2018年 還沒有被審核的一件Paper 就放到Archive上面 然後 這一篇Paper的作者 就是剛剛那個 嗯 那個 火焰模型 那一篇論文的 作者群 他們就提了一張的假設 就是 在Reservoir裡面呢 我的Input Drive 它的Space 是N 當然N很小 然後 它的Inputs的Trajecture 就是路徑 就是剛剛勞倫茲系統 然後在三位空間中的軌跡 它其實 經過Inputs Matrix 它其實就簡單 因為經過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被加到Central System 也就是這個Response System 然後這個大N 當然要遠遠大於這個小N 使得它的軌跡呢 變成X 這個X 大家剛剛記得嗎 就是 有5個 10個Plus的Neuron Activities 那X可以做PCA 那這邊就非常的Make sense 因為PCA其實也是另外一種 那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其實就等於是把它 呃 其實就代表說 這邊可以轉過來 然後這邊轉出去 其實 做Principal Components 它跟這個會非常的類似 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 不過這樣的直覺還不夠 因為這樣的直覺其實 還蠻一般的 然後 這邊的話 想要給大家看這張文字 然後 一點融長 不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 蓄水池網路復的就是Reservoir 給大家看個30秒 給大家看個30秒 那這一篇 這一個 它是一個中國知乎上面的一個答覆 這個答覆 我每次看得到的解讀都不大一樣 所以 嗯 嗯 大家就是 有個印象就好 然後不用 非常 先不用非常認真的看它 因為 它這個 它這個人跟著研究 就是做動態系統 所以它講的會比較 嗯 更 怎麼講 更心法 更心法一些的 所以就是 嗯 如果大家在這個理論還沒有那麼熟的話 可能 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那其實我想要講的是這個 就是 像剛剛三圍的勞倫斯系統裡面 有看到 這樣子的 的東西 那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們會稱 中間這個 跟中間這個 被繞的東西呢 把它稱為是 strange strange attractor 奇異的 或是奇怪的吸引子 一般的吸引子呢 代表說 到最後一定會 回到這邊來 反正anyway 它到最後一定會回到這邊來 或是將子 到最後一定會回到這邊來 可是在Lawrence system裡面呢 這個奇異的吸引子 它就只這樣繞而已 它永遠不會回路到這裡 然後或者是 它如果大家看了附近的話呢 它會慢慢的將子出來 然後到最後它會變成 嗯 Lawrence的 的蝴蝶那個樣子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到下一張圖片 這個是 二圍動態系統 它可以 有的 嗯 FIL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劍頭代表說要流動的方向 要是我今天隨意把一個點 放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點 接下來就這樣跑過去 這個也很知覺嘛 然後如果點放在這邊的話 就這樣跑過去 我們給它幾個定義好了 這個呢叫做 Stable Fixed Point 或是把它稱為是 Attractor 我們稱它為State 我們就把它按照原本的方式命名好了 就是 穩定點 然後呢 這是一個安點 那大家應該也蠻熟悉按點的 在這個 嗯 Optimization那個地方 你們有些有提過 那這邊呢 是Unstable Points 就是 所有的東西 只要 不在這個點 在這個點的話 它本身不會動 但是一點點 你小小的擾動 就會讓它往這個方向走過去 OK 這也很有趣 那其實就跟剛剛講的 Lawpnot Exponent 很有相關性 那這邊呢 也是一個 Unstable Fixed Point 它這樣轉出來 但是到綠色這個環 它就被這個環境吸收過去 我們稱它為Limit Cycle 所以 在Limit Cycle上面的點呢 就只會在Limit Cycle上面去 那在Limit Cycle旁邊的這個點呢 它有可能跑出去 也有可能被吸過來 當然要看周圍的變化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了四種 不同點的特性 一個是穩定點 一個是安點 一個是不穩定點 然後第四個 它 可能不算點 它是一個Limit Cycle 那大家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有一個三維空間 一個很大的三維空間 這邊呢 有一個Stable Points 這邊有一個安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 Unstable Fixed Point 這邊有一個Limit Cycle 然後把這個剛剛這樣的東西 然後把它更複雜化 假設有一千個安點 然後一千個不穩定點 然後一千個 Limit Cycle 那我今天我有一個 很微弱的Input 這樣過去 然後 我這樣過去 那接下來我就會收到很多 周圍的東西 影響回去 然後可能繞幾個圈 然後遇到一個 Unstable Fixed Point 然後跑過來 然後 這邊有一個行李箱 把我吸過去 在一塊吸過去的之前 我又收到一個Input 告訴我 往這邊動 然後接下來我這樣跑過去 大家可以想像這種感覺嗎 就是在一個高維空間上面 我有很多這樣子的 嗯 我不知道把它稱為結構 還把它稱為點 然後所以呢 它會造成這個高維結構的 動力變化十分十分的複雜 這個複雜其實很巧妙 嗯 這邊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嗯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放到 一般的Neural Network 或什麼 不一定只有 那個 假設今天呢 我想要 分 我想要區分 兩個Sequence OK 那剛開始它非常接近 然後接下來呢 我在這邊 可能就遇到一個 Settle Point 那就使它分開來 然後分開來之後呢 它就不會再回來了 OK 可是在這三個 某一個維度 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分開來 但是在另外一個維度 它們還是有差距 可是它們前面 遇到的東西是 是一個Fix Point 所以呢 它們就有Converse在一起 所以 當我要做區分的時候呢 我就分不出來這兩個 欸 有時候這是好的 因為假設 這樣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想要 我們有一個是Class 1 有一個是Class 2 那當我這邊遇到一個 嗯 Settle Point 或是遇到一個 Unstable Fix Point 它就會分開來 那我Hyper Plan 就可以起來這個地方 可是假設呢 今天這兩個東西 我是想把它歸來 同一類 那前面如果遇到 一個Fix Point 一個Stable Fix Point 它就會合在一起 那我Hyper Plan 不管怎麼切都可以 所以呢 那這個東西 我們再把它放到 高微空間上面去 也就代表說 我的訊號 頭上高微空間 然後又是一個 有這樣子的 動態系統的時候呢 存在著某一些空間 這兩個訊號會不會分開來 可是在另外一些空間呢 這兩個訊號會不會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能有這種直覺之後 就可以想像說 嗯 它很複雜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動態系統裡面 或是這個高微空間裡面 它可能 本身運含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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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運算的可能 OK啊 我們接下來再看這一句話 OK 穩定定點 極限環 安點或是限信息因子 其實都是一種 信息流動的通用表達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好 然後呢 主要是這個東西 在隨機網路的周圍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高微空間 裡面有很多過紅的點 它裡面存在一些 毫無意義的運動 就是你認為不重要的 但是有些運動呢 根據不同的task 或是我們想要的target 它可能 對我們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嗯 為什麼高微空間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輸入的這個東西 它的物理結構是什麼樣子 這邊結構者就是 那個圍分方程組 的那種感覺 OK 然後 然後可是 如果我們又知道這個結構的話 其實 我們好像不想那麼高微 OK 反正這句話 就是 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個概念 OK 那大家 應該 大體上可以找到這種感覺 嗯 我想要講一個東西 喔 所以 這邊我想要講的東西 就是跟演化有關 嗯 大家可以感覺到說 在我們神經系統裡面 好像沒有很認真的 back corrogation存在 或者是即便有呢 它也只會 corrogate一層而已 嗯 一層的話是被發現的 就是從 outputs到 outputs前面那個hidden layer 這個東西 的確在神經裡面 是可以找到 類似的機制 可能不是那麼完全 那 那 假設對於一個很厚的 嗯 我們 我們 想要找神經系統裡面的機制 的時候其實我們找不到說 有什麼 有什麼方式 它可以 不但這樣子的回去的 那 這邊 這篇的作者呢 或者是 研究 recept computing 人就這樣子認為說 嗯 不管是剛剛講的 Liquid Stem Machine 或是EchoStates Network 他們都認為說 OK 我們大腦神經有很多 我們的突出 足夠複雜 那 那麼 我們就等於是把很多input 投資到一個 高位空間去 然後 我們based on 我們的需求 我們只需要一個readout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也就是 就這種感覺 OK 所以 這邊其實 跟剛剛 的PPT其實很像 就是 我這邊想要再補述一下 在200年代的時候 他們怎麼發現 或是他們怎麼樣 提出這樣子的東西 這關權跟考慮又算是什麼關係 當初他們是從 神經生理學過來的 那 這是一個 大腦 大腦呢 它的皮質 把它 這是大腦的表面 這是大腦的深處 我們會發現 大腦呢 其實它分為六成 OK 我們現在直接看這張圖片 現在看這張圖片 為什麼它化成 這幾個顏色呢 就是因為大腦大致上 可以被分為六成 但我不知道 這實際上怎麼分的 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六 這種感覺 然後呢 你會發現這一柱 跟這一柱 好像中間 沒有那麼密集 這邊很疏散 這邊很密集 然後這邊很密集 疏散 然後又密集 代表說 我們說這邊為一個Column Cortical column 皮質柱 大腦皮質的一柱 然後另外一柱 另外一柱 另外一柱 每一柱之間呢 是以 Sparse的方式相互連接的 那每一柱的內部呢 其實也是蠻Sparse的連接 不過這樣展示起來 因為它有深度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把它的景觀來看呢 這邊也是一到六成 然後每一層呢 當然可以細分一些東西 這邊是一柱 然後這邊是一柱 這邊是另外一柱 研究人員就發現一件事情 我把它做統計 我把每一柱 跟每 的六層裡面呢 的連接關係 把它統計起來 他們發現 這樣子的 他們有這樣的發現 就是 第二第三層的 E就是指 Extratory 就是激發神經元 I指的是 Inhibitory神經元 這一種類型的神經元 在這一層的神經元呢 大概 可以發現 有21%的連接 是到這邊來的 然後這邊呢 大概有10% 是到這邊來的 也就是說 每一層跟另外一層的 互動關係 是很類似的 每一個不同的皮質柱 它 這一層到這一層 假設有21% 那另外一柱呢 這邊到這邊也是21% 然後這邊到這邊 可能也是 around 21% OK 這樣子的感覺 OK 所以知道他們統計出來的結果 可是這邊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好 我們大腦呢 可能有一塊區域 這當然不是 所有的區域都這樣子 假設有一塊的區域 假設是 感覺跟運動皮質區 他們都有這樣子 cortical column的結構 那每一個 每一個皮質柱呢 它內部的連接狀況 又很類似 可是 如果 這麼類似 那是不是代表說 每一個皮質柱 都只能做一樣的功能 的話 那麼人類 不就沒有這麼強的學習能力呢 就是 每一柱都非常的 extremely complex 可是 它又 stereotypical microcircuit 就是 這句就代表說 它很僵化很固化 每一層跟每一層 大概就是 那樣子的連接 例如說 我可能第一層 不會連接到第五層 然後第一層只會連接到第四層 和第三層 這種感覺 所以它們認為說 大腦如果皮質 每一個皮質都長這個樣子 然後又是fixed 就代表說 當我的神經元 它在發展的時候 長到這個部位之後 它微停就不會 有太大的改變 例如說它不會再長一個新的 然後它可能只能 做一點點 stdp的那種改變 也就是 如果這邊很強 這邊也很強 可能就會加強這邊的連接 可是這連接不會斷 也不會長新的連接 那 它們後來 就覺得說不大可能 那有沒有可能是 一個皮質柱 它本來就可以做很多 不同的功能 就是 然後根據它輸入的不同 跟輸出的需要 即便是非常類似的皮質柱呢 它們 可以有很不一樣的 運算的方式 好 那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們剛才講的 Rezerba 也就是 Rezerba它長到 足夠高位 足夠高的空間 即便它是隨機被固定起來 但是 嗯 它可能 但是 嗯 它一定有存在某一個空間 然後使得我的inputs 會進行某種程度的運算 然後來符合我的outputs 那 我們再看 它原始論文的其中一個東西 抱歉有點難道 這邊呢 是四個inputs 然後 這邊是它的Rezerba 它的Rezerba呢 就接出了六個不同的 嗯 readouts 然後就是訓練不同的 不同的readout 就是這邊呢 是thinks的 然後這邊的東西呢 這邊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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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trainable的 它們可以發現 它們可以train它 進行六種不同的task 例如說它可以integrate 過去30毫秒的valorate rings 或者是它可以detect 特定的 時空間的特徵 或者是它可以算 例如說 這一個spiking chain 跟這個spiking chain 是不是有coincidence 就是它同時 同時都spiked起來 那發現其實我可以訓練它 要做這件事情 也就代表說呢 一樣就是剛剛的那句話 就是它很高尾 所以它一定存在 某個子空間 使它的東西 可以經過一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被解讀出來 那其實 我是個人認為 它在演化上 有特定的含義 就是 在演化上面 有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 某個東西它多好 或是怎麼樣 可是 嗯 我們能辦法做bib location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用空間換取 效率 然後 保持到足夠高尾的方式 然後 來進行一些運算 當然這個只是 大腦的 機轉的其中一種 可能而已 我們還沒有辦法 better得說 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張圖 還有一個更好的解釋 我個人認為 就是 假設我輸入一個東西 叫做 3. 空格5 然後我要接觸 我要接觸四個outputs 然後六個outputs也可以 第一個outputs呢 就是 8 第二個outputs就是 15 第三個outputs就是 1.66 如果它可以表達巧合的話 然後第四個outputs就是 相減2或是符2 然後第五個outputs呢 就是3的5次方 第六個outputs就是 5的3次方 嗯 其實它應該是可以做這樣的運算的 因為九九乘法表跟加減法 其實就是很多不同的規則 的應用而已 我們不考慮數值 就是看它是規則 例如說 九九乘法表就是 八十一個規則 或是五十個規則這樣子 所以 嗯 就 就是這種感覺 好 所以今天 Rezerba Pumpkin 就是大概給大家 這樣子的想法 就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 嗯 就是硬體的話 其實我就知道 因為其實 它的review裡面 有寫滿多不同 硬體的運用 但是我 因為不熟悉 所以 因為要跟大家講太多 然後 主要就是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那 Rezerba 如果我們再經過 STDP 就是我們可以讓中間的 如果我們可以讓 Sorry 等我一下 我們可以讓這邊的Matrix 跟這邊的Matrix 進行學習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般的RMM SNN而已 OK 那 Rezerba Computing 它是一種架構 所以它當然可以使用在ALN上面 例如說我們這邊看到 都是ALN做的 然後 就是一般的 NN 然後用SNN做的也有 但是 相形之下 就會更為複雜 所以 就會更難 更難去理解跟詮釋它 OK 好 那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會 今天講 有啟發性 我們來講 答案 有啟發性 我們接下來 我們想用 我們來講 我們做的 我們有本事 但是我們做的 我們去忙 谢谢大家